孤解說故事之學校中生 聽這時大家所熟知的下課中生 許多人對這聲音都又愛又恨水 能擺週一能覆週中 能下課也能上課 但大家知道為什麼 終生的聲音是這樣呢 我個人覺得應該是有 收信提醒的功能 這個是民謠改變吧 他們是共同的音樂 呃可能是某個音樂家發明的 我覺得是某一首經典名曲的 一個很重要的段落 我覺得是古代歐洲城鎮的名聲 日本在二戰時期 因為空襲錦鄰和上課中生 都是以搖鈴的方式提醒 錦鄰中生傻傻分不清楚 經常搞得人心惶惶 當時廣島有位發明家 聽到BBC廣播電台 用西敏寺的中生做開頭音樂 這位發明家聽到後覺得很喜歡 於是他也不管版權問題了 製作出一個擁有四根基礎棒 能敲擊出四個音樂時 終變採用作為學校上下課的鐘聲了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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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